通常說你覺得比賽狀況的時候 你是可以叫停 但是你可能會撕掉那一個燈 對的 像昨天其實有一些選手有發生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按鈕啊 設備的檢查 這賽前一定都要做得好 對 一定要做得好一點 好 所以看到兩邊也是很確實的在做發生check 大比賽千萬不要忘了這麼基本 不管是大比賽或小比賽 只要是比賽 都得記得 都得記得 一定要做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前面哪一個人 用的設定其實跟你的搖桿配置是不一樣的 很久以前就發生過 OK 前面那個人用完之後 他很奇怪 他很喜歡把 兩個鈕射成同一個鈕 對 他喜歡上面三顆 下面兩顆 上面有兩顆鈕是一樣的 然後下一個人想說 這個看起來很像基本配置 一接上去之後 哇 只有右手沒有左手 截然不同 沒錯 Paul Phoenix 這邊是我們的Paul Phoenix 好 先讓我們保羅 好 先讓我們來抽場地了 火山場地 那火山場地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地形 環環環基本上跟我們剛剛的命運的山頂 是差不多的 環環環環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第三個場地會變第三場的時候 就是會變成無限場地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那個版本 我們就像 我們就想要叫岩漿 岩漿場地 對 OK的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兩邊正在準備 那比賽即將要開始 我們的機師 我們的保羅 比較妙的是 SOLA選手竟然沒有使用封堅忍 居然是用保羅來應戰 看來這邊是有一些想法 這不是SOLA選手 這是Stuyvesant OK 這邊Stuyvesant選手 好 這邊一二過來 這邊有些優勢 人不肯 台灣的好先生 很冷靜 在觀察Stuyvesant選手的動機 喔 這邊解摔 解得好 這邊有一二 點到 兩邊相殺 這邊感覺Stuyvesant很爽 喔 這邊有碰到 有點可惜喔 這邊沒有防好 有了 取消過來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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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這個還 有點運氣喔 因為他擋到第一下 結果第二下動了 結果反而被浮起 這邊 這邊還在立回狀態 喔 這邊壓一下 最安全的東西 還有一個下段 第二下沒有中 但這邊有到 已經進角落了 Stand up 好 怎麼辦呢 好先生 這個缺反 漂亮 缺反座 確實就可以穩定身體 這就是把握這個版本裡面 被弱化的部分喔 對 那以前王匹地長跟風選 都會彈比較遠 但現在只要稍微有點去 你只要貼牆 就一定可以缺反 對 那只有可能是剛改版之後 還不太習慣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才會一直常配 好 這邊 等一下 這邊等一下 喔 可能有一條氣了 斬眼鏡直接過來想要撞 喔 有了 Counter Counter hit 帶到角落 上槍 抵抗 Wuken很痛 哇 這非常漂亮 來偷爆一下 好先生 穩定的 拿下一盤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機師的爆發力 而且在第一燈的時候就有一條氣了 是非常可怕 這邊對於Stuyveson來講 壓力是會非常的大 沒錯 那機師他爆氣的時候 他有一些強化招的性能強 大概是哪些呢 其實在爆氣的情況下 重點還是在於 反轉手後面的二者 反轉手後面那個二者 原本下段是可以接摔 然後中段的部分就不會服氣 但是爆氣之後的情況是 兩個都是可以帶COMBO 對 這個情況非常麻煩 這是一個很強制的中下者 強力二者 那這邊 Stuyveson就得想辦法處理這個強力二者 好那這邊可以看到 喔 運氣不錯 一樣是抽到這個熔岩火山的地形 這邊開局 郝先生已經先拿一盤了 這邊Stuyveson 選手有沒有辦法 再拿回一分呢 開局 瘋牆 先崩再說 開局 抽了一些小下段 兩方都維持在一個比較中遠的距離 因為他好像其實打得比較小些 他也不急躁 因為畢竟吃到崩尘還是非常痛 喔 有了 Stand up 保羅崩尘的爆發力也是非常可觀的 好 Rebook OK 感覺節奏 哇有點可惜 他這個當勝的時間被算到 居然在這個時候就先把RD用掉 這個選擇直接用 哇 先過掉 這個選擇失誤不是很好 對 因為沒有了Rage狀態的話 他其實很難把這麼大的血量差距要回來 通常都是先打一個臉 再折一次帶RD或RA 沒錯 這是比較常見 Stuyveson可能有點急躁 畢竟現在落後一盤的情況 對他來說非常不利 好 這邊壓一下 怎麼感覺節奏還是在好先升這些 好 這個打空陣 漂亮 而且是爆氣狀態 還可以只剩一個 哇霸體打到 真是很虧喔這個霸體 換了血量是無誤 而且實際上自己也沒有離開角落 哇 好險沒有避風 哇 再點一個下段 快來到好先升賽點 走一下 有了 Ctrl-1 兩條氣喔 是不是都非常可怕的這個攻勢 再加一個P抗 雖然在這裡使用雷晶Snow 好 這邊 喔有 下段起司 起身直接雙腳踢 哇 漂亮 連續兩十字譜的膝蓋喔 非常漂亮 恭喜